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晚起是今天12月21号进行的围甲联赛第九轮 由黑方深圳旭对战白方范英,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是一个对角,然后双方互相挂脚,黑棋飞压 之后再挂,白棋小坚,黑棋拆二 这步棋倒是很稳 白棋来一个拆三,之后黑棋再拆二 然后把最后一个角一点 左下黑棋走了一个取角的定势 白棋贴起,贴起的话呢,就瞄着右下再贴起扩张 所以说黑棋压过来也是非常合乎情理,顺便扩张自己 然后白棋脚上并一个,因为底下的话这个边控已经很扁了 你再挺头或者说再扳就显得比较小,这个时候不如要脚 之后黑棋拆个一,都是非常稳健的下法 因为如果说你拆的比较远呢,这个棋形有缺陷 像白棋以后这个碰上来 你要是上边搬他一长,外边要这个做根据地 里边呢要二路搬过 底下搬的话,他有一个这个反搬 你冲断,他这样断打完之后再一尝 虽然说你能吃通,但是白棋这个仍然可以在这做活 所以说考虑这比较薄,黑棋选择拆个一 那缺点自然也很明显了,就是都在三路嘛 所以说被白棋这一尖冲,黑棋的空力马扁了 然后贴住 正常来讲的话,尖冲完,要不然长一个,要不然跳一个 像这个举步的话,跳得更加清零 更加适合这个智固,也是AI的一选 实战白棋采取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先往上点 这个棋想先便宜一下 就如果说黑棋挡住的话 白棋接下来有一个靠三三的这个连招 黑棋要搬,那这个虎先手 便宜了,然后再考虑继续围 或者说再破黑棋的 你要是唬出来呢,那这个脚已经拱手相让 接下来白棋还可以搬这个 你断打上去之后,白棋再打 以后这个脚随时可以打到这 这个时候可以先把外边这个头一挺 这样白棋也便宜 实战黑棋选择贴出反击 白棋搬头很凶 这个地方是不太怕黑棋断的 因为断上去白棋一尝 你再冲 他虽然说不能挡,挡的话被黑棋这么一打一断 那白棋死了 白棋就拐就行 拐的话你冲断,他脚不要了 尝一个把外边包围 你外边一尝他一沾 打吃的话,白棋反打先手 再一挺头 白棋外边所获得的这个利益 不比黑棋拿这个脚小 所以说这个转换是能接受的 实战黑棋反搬 白棋连搬 那黑棋长一个 白棋再压 这样就要互为了 黑棋走的是这个拐柱 接下来白棋单瞻不断 黑棋再搬 白棋再反搬 黑棋再连搬 这个招法确实有点俗 反正就是一个大模样作战 白棋这个模样一旦扩张起来的话 那明显要比黑棋显得更大一点 之后白棋再长 黑棋贴住白棋再搬 就像这个爬楼梯一样 双方这个挨着下 这个棋呢 白棋也不是很怕这个断 因为这个周围的气啊 都不算很紧 断的话白棋可以先来一个断打 长一个先手 黑棋还得再打 以后像这里的断打滚包 都是白棋的权利 可以先手长气 而且这个可以先保留啊 中间这里一打一贴 就这样直接推过去的话 那白棋底下两颗子呢 黑棋一手棋还封不住 并且白棋这里越厚 上边的空 黑棋就越难打入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也就不断了 直接选择单瞻 右边这里 这个树里起到围墙之后 左边白棋再飞啊 反正这个棋就是 都在这个棋里之中 黑棋贴回白棋再长 两边同时扩张 那接下来黑棋往里坚冲 就考验黑棋的这个掏空能力 白棋爬回 黑棋右边先打 这个棋降了差不多 有十个点的胜率 为什么呢 就是看上去是这个先手便宜 木树也是把白棋压缩了一点 但是非常卖位的啊 就你这个棋不走的话 比如说周围以后 黑棋有一些子 右边白棋是得补的 不管他怎么补 那里边黑棋这个眼位啊 就更好扩张 你先把这个打了 跟白棋这个跳交换 那黑棋的这个生存空间 也是急剧的压缩 所以说这个棋并不好 接下来这个一选的话 是往这个点去走一走 实战黑棋走这个 这个东西都见仁见智 也没有说一定要下出一选 才是棋 只要能活就行 之后白棋也稳了一手 在这个地方先围控 毕竟这个围在五路嘛 像这种模样 你要是能围出一半 其实就可以满意了 阵头的话呢 风险太高 因为被黑棋往回跳一个 这个棋一旦杀不掉 那就全白费了 而且这个棋确实很难杀 他这个左右两边 包括上面都能去作影 比如说你右边拐一个 他往左上去飞 你压住之后 二路飞刺 收根 那他再来一手飞 这个眼形一眼看着 就要做出来了 而且这个 比如说你去破眼的话 他外边还可以靠出 各种手段 所以说这个 先把能围的围住 从长记忆 接下来黑棋往上点 这个地方 这手棋也很鬼 主要就是 反正白玩的嘛 这个本来就是白棋的 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边 试一下硬手 保留些味道 这也是这个顶尖高手 经常喜欢干的事情 其实白棋就算坚定补一手 那也没什么 实战白棋选择反击 这个时候往中间去阵头 右上的这个地方 就是白棋的意思 这颗子 随时可以给 而且黑棋如果说 这样间断 白棋挺头 他想连根拔出的话 比如说从这 这个穿上眼 那白棋可以打得肉体 这样黑棋很有可能 越死越多 比如说你沾 白棋长 外边他都是联络的 黑棋这里的眼位 还是看不到 所以说这个棋 暂时黑棋也不去 这个出洞 他走的是这手靠 那其实把这两个图 连贯起来想的话 就很好理解 本来仗下 白棋是可以一手棋连回的 他先靠 比如说这个白棋 一旦落一个后手 他很有可能这个间断 之后就要发动 就这个意思 实战呢 白棋拐一个 也是针锋相对 这样彻底 把黑棋断开 然后黑棋再往中间去碰 继续寻求眼位 白棋扳一个 黑棋再长 然后白棋往前挺头 都是长形 之后黑棋唬一个 下一招白棋这个单退 下的有点软 当然也降了胜率 这个棋最狠的 还是直接冲了之后 点在这儿去破眼 这个棋黑棋也挺难受的 他如果说只是这样连回 那白棋刺一个之后 再把外边 比如说这样包住 这个黑棋也不能 很明确的就说 就说可以做活 那这手退呢 主要是让黑棋中间 先去摆这个眼 那就更难杀了 黑棋加来断 也是AI的一水 白棋如果说 只是封锁的话 那像黑棋上边这一虎 虎掉之后再一长 上边再一扳 还有眼 因为这一扳之后 白棋这儿断 就凸显出来了 你这儿补一手的话 黑棋再往上飞 全是眼 所以说你要杀的话 这个棋还必须得 尝到这一下 那黑棋中间 再来一手飞刺 怎么看都像是火棋了 所以说白棋继续选择 抢手反击 往中间一点 但是这个外边的防守 就比较空虚了 对黑棋这一长 基本上就只能 最多吃掉一半 因为这个棋的话 你要是再跳方 去连回两颗子 他还可以这儿双一个 白棋打的话呢 虽然说黑棋站不上 这儿有一个这个挖 但以后黑棋 还有这个反打 你提到的话 他中间还可以继续去受控 这儿有便宜可占 然后外边这一打就出去了 实战白棋 左边冲 把这颗子给他逆收掉 那黑棋往里靠 这个棋还有点小骗招的意思 就是白棋千万不要随手去扳 扳的话这一段又麻烦了 因为你打上去封锁 他还可以顽强的在这儿去做节 因为中间有个双打持嘛 旁边有个打 这个节开开来的话呢 黑棋随便玩 本来就是五右节 然后比如说右下角只冲一冲 断一断全是节踩 所以说白棋单退 正着 然后黑棋再往上这样去虎断 白棋这颗子呢 基本上就死在里面了 你尝这个被黑棋挡住 对杀气也是不够的 实战白棋立下去 然后黑棋搬住收气 那其实这个地方也就告一段落 因为中间这两颗子 含在黑棋嘴里 你跳的话 他反正这一打肯定能走到 那接下来白棋往底下搬 其实下到这儿的话 这个胜率上来看 白棋差不多40左右的胜率 那明显这里的这个战斗 还是黑棋得分了 主要这个棋拽出来不少 而且还把白棋的脚给杀掉了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白棋怎样 力挽狂澜 黑棋搬头 白棋连搬 黑棋在挺头 就非常朴实的这样去违控 然后白棋左上冲断 这个棋黑棋只能吃在里边 就你要是虎在外边去补棋的话 这个里边有个大头鬼 就白棋这样连续的二路贴住 你搬的话它一断 这个毫无难度 黑棋气不够 所以说黑棋拐打 然后拔掉这颗子之后 白棋再打 黑棋二路跳 做活 接下来白棋冲 黑棋搬 然后白棋右上打持 黑棋沾上 白棋把这里给挡住 车里连回 然后黑棋左上爬一个先手 白棋虎下去 黑棋再 肩在这 这个棋白棋挤一个 黑棋挡住 接下来白棋这个一路点 是收官的好手 因为如果说你随手这样 打了之后再挡住的话 黑棋打这三颗白棋都得死 木树太亏了 点在这好棋 这样的话 首先黑棋不能挡 挡的话一打就死 反杀了 这样的话白棋挡住 黑棋也不能打下去 因为棋不够 他只有这样打 或者说这样打 那以后白棋这颗子 随时可以拉回去 那实战黑棋是没有沾 保留 走的是这时候打 那白棋也就脱先了 以后有这个 断吃的棺子便宜 接下来白棋左边 拆过去 最后一个大场 黑棋往中间 夹一个又是一个好棋 这个棋一边 威胁你的断 一方面在底下 这个引针 你要这样的话 很明显 断打完之后再打 刚好可以引针到 所以说白棋也就 不补这个断了 直接往底下贴起 黑棋扳 白棋反扳 那接下来呢 黑棋断吃碎克子 白棋反打 黑棋提掉 白棋在飞锋 其实这个地方 想全部围住 还是比较勉强的 这个棋啊 白棋的胜率 反正后来就不停的在下降啊 这个局势也是非常的这个急破 然后接下来黑棋冲一个底下断打一个白棋沾上 不过接下来黑棋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手 这个棋的话 黑棋应该勇敢的断上去 因为白棋不可能这个补左边啊 补左边底下这一打 沾上再一打 直接一气收掉 这一段白棋得先打这个 然后黑棋可以先打紧气 再长 这样呢白棋里边唯控的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就算左下角啊 白棋这一力 一拐一扳 有一些这个先手 可以把底下给封住都没有 因为你要是这样贴住去围的话 黑棋还有这一挖嘛 越围越小 你要是打上去这样强撑的话 那黑棋可以断打开棋 这个棋如果说打起来 这个黑棋 直接可以找本身棋啊 像这里的打吃 白棋沾黑棋提 左下白棋这个打算是一枚劫财 但是尤其仅有一枚 当黑棋提掉之后 白棋再提节 黑棋这里的拐还是劫财 因为白棋底下两口气嘛 你这个中间双打吃也是没用的 双打吃黑棋就提这个节 你提掉的话 他把左边全部提通 不仅中间拔花 然后这个白棋左边这个空也别想围了 所以说这个棋 这个黑棋应该断了 从劫财的这个数量上来看 也是黑棋有力 实战黑棋团这个 这个棋就出问题了 被白棋拐进去 然后黑棋这朵花还不活 还得往左边去冲 互相掏空 白棋往里打黑棋反打 白棋再一沾 然后黑棋还只能老老实实的吃回去 这两颗子现在吃就很小了 被白棋点刺黑棋再提 这样形成一波这个互换之后 白棋立马翻盘 现在等于说就黑棋破掉左边这一点空 底下让白棋全部围住 中间也获利不少 而且后续往右边这里冲 黑棋单退 还有这个棺子的策刮 而且还是白棋的先手 他再往左边一沉 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贴幕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这个局势瞬间来了一个180度的反转 然后黑棋往上冲 白棋断 左边贴住 白棋扳 反扳的时候再一场 慢慢进入到关子 黑棋加来二路小间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关子 白棋挤一个非常细腻 这个地方黑棋也只有沾 你还不敢往里爬 因为往里爬的话 外边这个气景 像白棋往中间这一冲 你要敢挡住的话 再一断 马上有个双打持 你站上补棋 里边这一打破眼 右边这一扳 你再断 这一打一虎 直接出棋 这个黑棋要被反持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还只有站在这 然后接下来白棋 把中间这一颗子 给他冲掉 这个也非常大 接下来黑棋 左边贴下去 白棋飞刺 黑棋断 这个右上骗招了 这个棋什么意思呢 就是问白棋 肯不肯 被黑棋打 这一下 当然这个棋 白棋只有人 你如果说站在三路的话 那这个损失更大 因为黑棋往里 这一点要出事情 首先你不能提 提的话 被这个黑棋断打 提掉 再一闷吃 出棋 那你要站中间的话 这个左边一站 又是个先手 你二路这颗子得站 站完之后 黑棋往上一冲 这又漏掉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打在这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接下来黑棋 靠一个 白棋再冲 黑棋里边断打 白棋沾上 二路打吃 白棋再提 这个地方看似 黑棋好像要把 这颗子给切断了 但这个断 其实不成立 你要现在断上去 白棋脚上这一粒 再往二路一粒 马上要拐回 黑棋得肩顶分断 然后这个白棋 可以外边断 这样的话已经出棋 因为你贴下去 紧气的话 白棋这一打 先手足度 外边再这一打 这个黑棋这颗子 跑不了 你要敢跑的话 这个再一打 脚上再一吃 直接反杀 所以说这个边控 黑棋还围不到 接下来又往右下去 冲断 白棋也是下得非常稳 直接打在这 因为如果说站在里边的话 这个控里边的味道不太好 像黑棋左边这一段 虽然说白棋立 这个地方刚才讲过 这个黑棋不成立 但是里边被黑棋 这么一贴住先手 比如说再往中间的 这个位置一点 这个棋确实 还有点看不清 白棋又有这个段要补 然后里边这个黑棋 等一会儿打了之后 又能联络 搞不好还会形成一个 对杀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没必要去这个强撑了 直接打在这 以后黑棋脚上 就算反打白棋提 再这个贴进去 有些搜刮 这个都无所谓 改变不了白棋的这个优势 所以说下到白棋打的时候 黑棋也就认输了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大模样作战 在上方 黑棋这里的腾罗 还是给白棋造成了 不小的麻烦 导致白棋没有下出最强手 然后放黑棋 逃跑了一半回家 这个时候呢 黑棋确实占据着优势 但是进入到后续 在这个面对白棋 左下要强撑这里空的时候 黑棋突然怂了 没有断上去 走出将要形成的一个 打劫的变化 那明显黑棋接才有力 实战只是往里冲 形成一波互换 那这样转换的话 黑棋巨亏 那底下的空也被围住了 中间也被白棋吃通了 右边棺子还有搜刮 左边这个地方好不容易冲下来 发现这个断还靠不断 最终白棋实现了这个逆转 那深圳续又吃到 这个一轮败账 好 那这番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